好,我们继续来回到比赛 今天的给大家带来的是世界主持人队 这个我国斯诺克一哥天聚会 来到了双方的第23局 本场比赛的25局3胜 天聚会的目标是可恶的赛点 如果是拿下本局比赛的胜利将会是 拿下本场 台面上三颗红球还剩最后的51分 此时的丁聚会就是身穿红马甲 处于他的巅峰时期只能输 看一下这一杆 想要拼吗 1987年出生 世界排名第七位 这杆有露吗 黄球有点强 并没有露出上手机 所以去给到小子 冲包干 我的天哪 你看一下这杆 一定要稳住 很稳住 稳住球蹭这样的局面还是比较稳 关键时刻一定要关键的最大 看这杆 做出防守 但是还是有左侧顶带的一杆长台的进攻机会 看下小特能否抓住这杆左侧顶带长台的进攻机会 准度还是蛮高的小特 哎呀 有漏了吗 小特以前是拿到本局比赛的28分 电影会呢则是拿到了44分 这杆可以明显的看出还是有漏球 冲包干 漂亮 换 继续叫味道的一颗咖啡球 左上点蛋 两个琴球四十三一分的一次分数看 能否抓住机会蛋干制胜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一定要稳住 稳住 稳住才能求死 看一下这杆 目前的律师拿到53 并且这个小细位叫味还是很不促 漂亮 红球成功打进 擦拭一下母球 继续叫味道的一颗粉球右侧的底带 身穿红马甲时期的丁俊辉真的是与众不同 大包边 跳好点了 水球薄线 直接是空心一战 台面27 丁俊辉 丁俊辉 丁俊辉已经是完成了超过 基本上是锁定了本局比赛的这样一个数据 一个小小的单杆制胜轻松的拿捏 关键时刻一定要关键自由最带 被销售的小特区 据所诸诗啊 丁敬辉和赛大师塞尔比呢 共称为世界排名前十六里 顶尖的防守大师 一定要稳住 哎呀 还是在做斯诺克 这种经典的斯诺克大战 就此展开 直接是展现的淋漓尽致 28一 7 想要做是要 这样一干斯诺克还是有点难度不小 难度不小 看一下这干 一个中高杆 怎么截 无形过去截到 并且这干是藏到了咖啡球的后方 还是露出了有长台的这样一个进攻的机会 看下能否抓住这干长台的 打丢了 被超11分 三干斯诺克就会去完成这个逆转 关键时刻关键的对待 关键时刻关键的对待 大力新奇迹 哎呀 有漏了 这干真是有漏了 弄出了这样的一个上手的机会 中高杆 中高杆 漂亮 稳住 篮球 左四中带着鞋地鞋 四十 看一下这干 他恭喜 金智慧 赢过了本场比赛 的胜利 以后赛赛了 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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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 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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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再次选择 的选择